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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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喜欢和爸妈谈心 以前天天在父母身边的时候 总觉得他们不理解自己 和他们没有共同语言 觉得他们有事没事就爱唠叨 真的特别烦 现在一个人在外面久了 才越来越明白 原来这个世界上最爱自己的人 终归还是父母 越来越怀念他们往日的关怀与丁明 开始理解做父母的不容易 开始敞开心扉地与他们谈心 第五 越来越不爱发朋友圈 曾经热衷于朋友圈社交 恨不能把自己的每一天的生活 都搬到朋友圈上 逛街要发朋友圈 吃饭要发朋友圈 秀恩爱要发朋友圈 连吵架了还是要发朋友圈 发完了没人理 闷闷不乐老半天 如果有一堆人点赞 就会觉得特有成就感 现在只想安安静静地 过自己的日子 过得好不好 冷暖四肢 无需向别人展示 更不需要得到他人的认可 第六 喜欢自己动手做吃的 以前觉得自己做饭好麻烦 平常不是出去吃 就是点外卖 健不健康是次要的 最重要的是好吃省事 现在慢慢地 开始喜欢自己动手 做一些美食 不仅仅是因为这样 更健康更营养 还因为能从中 找到乐趣和成就感 第七 开始认真护肤 年轻时满脸的胶原蛋白 只要平时稍加注意 比如不要暴晒 经常洗脸 适当补水 皮肤基本上 就不会差到哪儿去 现在可不行了 皮肤变得越来越干燥 越来越粗糙 气色也没有以前好了 眼角眉梢的皱纹 也开始出现 已经到了不得不认真保养的年纪 第八 享受一个人的时间 以前害怕孤独 总希望身边有人陪着 闲下来的时候 不是找男朋友约会 就是找闺蜜谈心 总之 就是不能一个人独处 现在呢 越来越享受一个人的时间 身边如果没有了男人和孩子 就感觉世界突然安静了下来 少去了许多的烦恼 可以轻松愉快地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以上八个初老的迹象 如果你中了一半以上 那说明你真的已经不再年轻了 但是没有什么好悲伤的 每个人都会变老 这是人间常态 自然规律 只愿你能够放平心态 从容地面对岁月 优雅地度过一生 谢谢你听完今天的文章 那么今天和大家 共同分享的文章 就到这里了 感谢你的守候 如果你也喜欢我们的文章 欢迎在文章的底部 给我们点个赞看 明天的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 晚安 祝你做个好梦 请不吝点赞看